实际上每个球员都会面临在球场踢球 踢输了来自球迷的批评 甚至是一些谩骂 我觉得是很正常的 那么就是作为我们中国足球人 目前也是就要去直面 直面这种质疑 甚至是一些对我们的批评 我觉得要直面 我们要梳理我们过去存在的问题 包括我们足球人很多方面的问题 过去我们哪些东西是不好的 我们要抛弃 好的东西 比如像欧洲的 包括我们邻居日韩的一些好的东西 我们要去汲取